不要笑這塊太陽能發電板 用它來發電的話可以減低碳排放 亦都可以減低空氣中的污染物 除了太陽能之外 可載生能源還有風能、水能、轉廢遺能、生物質能 通通都是源源不絕的可載生能源 不過香港地少人多 而且用太陽能和風能又似乎不是那麼穩定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一於找環保團體談談 究竟發展可載生能源有什麼趨勢、機遇和挑戰呢 不如先說大家比較不熟悉的可載生能源 風能和太陽能就是外面都感受得到 但是譬如生物質能 可載生能源其實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你用完可以再用 其實生物質能有一些是現代化一些 粟米乾或者其他農產品的副產品 發酵拿一些比較漂亮的原料出來 例如月醇,即是酒精 我們政府都有間接代勞了 例如我們的廚餘 我們有一些堆填區的話 腐化變成小器 這些就叫做轉廢為能 屯門有個Tea Park 正在做一件事 把烏泥燒掉 其實在過程中它會產生電力 講一些有規模 例如香港人現在 上網電價好像很受歡迎 有些浸票網上說 為何我在這裏沒有 太陽能我自己二十年前開始都有推迫 因為太陽能不能接上網 就放在電池裏面 很污染 所以做了幾十間烏泥燒 我都沒有做到 但現在我覺得是一個得值 還有發刀的電 現在放在電網的時候 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 可以將所有的電力賣給電力公司 補貼也非常不錯 是五元一度的 你買電是一個多人錢 幫你早點回到本來 因為現在它是給了一個新的指引 你不用逐個逐個部門去申請 找一個AP 叫做認可人士 簽名證明所有安全 那就已經完結了 從香港推動環保來說 其實是需要由上而下 亦都要由下而上 公帑來做誘因 我們就不太喜歡 幸好現在所謂這個 scheme 就是不牽涉公帑 最主要都是用一個市場的力量 經常都說 香港這麼大風經常打風 為何不搞風力發電 兩間電力公司 其實都有想過 在外海那裏做一些風場 電力供應需要持續有風 但是天氣這件事 是沒有人能夠控制得到的 另外你說打風便正了 去到這樣的風速來說 其實這個風車也不能夠運作 風的地理局限比太陽能更加厲害 就算全香港鋪了太陽能 風力發電等等 海都鋪了都不夠我們用 這裡鋪了都不夠 平面來說 我們吸收太陽能 其實能力都有限 現在最漂亮的太陽能板 都是說能夠用到20%多的電力 有雲經國電力就會降低 現在的科技和現實的環境是不行的 我們是應該向前看 我們希望我們下一代或再下一代 能夠在一些局限裏突破 變成我們想闊一點 譬如說香港我們不夠地方用 我們擺不到風力發電 譬如說鄰近的地方 台灣區經過這些大的電纜輸送 其實大家可以合作 取長保短 變成合作性可以更加大 老實說 搞環保的 你沒有那麼上規模 其實就不太嘗試 合作越大 就理論上是越說得通的 因為我們用大家灣的電力 都為數幾十個百分比 因為再生能力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海浪發電 地熱發電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想 其實香港每一天 有300噸的木 是要去處理的 走去堆填區 那些是否都可以用來發電 就是我們作為環保團體來說 在現在這個我們叫起步 我們覺得在我們一個富裕的城市 是值得去試 地區的合作我們要考慮 取長保短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自己自身 資源的自保也是需要有的 就是有自己的一種後備 其實都要有電廠 電廠是需要的 其實最重要的第一步 大家省電 香港其中一個限制就是 能源的洗費佔我們 其實無論是商業或家居來說 比例不算高 所以市民不太關心 他省不省電 省過雞水那麼多 省電是其中一個 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在省能源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有否則 我們也會想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我們今天就要去做一個 這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